Hello 大家好 我是天地一机 是一个被游戏耽误了的硬核男人 今天呢 给大家做一期关于人界法修跟体修 如何正确点神通的一个教学视频 因为我这几天也看了很多人直播去讲这么一个神通的问题 而且呢 就是问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别的主播在那误人子弟 所以我单独去做一期 是让我们重置一下神通 15万 15.34万的玄金石 一会儿呢 可以让我们统计一下 这个点神通所需要玄金石的数量 好 我们现在重置 重置以后呢 刚开始呢 我们先说法修的 法修的神通要怎么点 首先呢 先激活天雷咒 把它升到19级 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 刚开始是会缺一个神通要诀 所以火咒术我们是激活不了的 我们先升级 尚未加入中文吗 这么神奇的吗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需要审批才能 我们先加入一个中文 也是 特殊情况 然后我们点一下升级 OK 升完了以后我们把明目觉点出来 这个时候呢 推荐20级它有一个凌神状态持续时间加1秒的一个特效 我们推荐升级升到29级 好 停住 好 然后过来我们点火咒术 火咒术继续往下点 点左边这一列 把定升幅 把定升幅点到39级 好 然后继续往下点 点到前置条件出来 是49级 好 点三位真火 三位真火继续升级 升到69级 明白吧 这是明目觉 点到 哦 不好意思 点错了 这个手指 不太方便 好 点完了以后把风雪之数点出来 先点到69级 好 点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开始出现分歧了 如果你是一个高科玩家 那你就继续点风雪之数 就是说你人界冲了1万块钱以上的 我推荐把风雪点到89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玩家 中低科玩家 我个人推荐的 69就停住了 不要继续往下点了 我们开始点明目觉 把真元护体 点到39啊 不要突破到40啊 40很亏 真元护体 点到49级 开踏风筹 开到69级 然后这个时候很关键啊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八卦两仪点上去 为什么啊 先说一下 八阶功法 有一本很重要的功法 叫做太星道法 他十二层是有一个灵器加四的 就是说如果你为了开这个功法去点八卦两仪 你是不亏的 明白吗 因为它是一本灵器功法 你迟早都要点的 一早不宜迟 你早一点开 那么呢 你的灵器收益就比别人多一天 早一天 好 我们把八卦两仪点到69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点刚刚那一本太星道法了 激活就行了 如果你没有功法点的话 你激活就可以了 这激活了以后 它重置也会保留的 然后呢 点完这两个了以后怎么办呢 啊 这个新风道鼓 我们是肯定要点的 人界只能点一级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推荐把体修右侧这一列 点下去 一直点出 寒霜剑气 60级 哎呀 不好意思 多点了一下 不要紧 无伤大雅 反正是测试嘛 反正大家在实际操作中不要跟我犯一样的错误就行了 要不然前期还是挺缺玄金石的 呃 点到60的目的呢 是为了开一本很重要的功法 叫做清源剑爵 它的前置条件就是寒霜剑气到60 啊 然后呢 据我玩人界玩了三遍的经验 一般会在飞升零件以后当周的乱斗结束 刚好够玄金石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共花了多少玄金石啊 好 看一下中文 玄金石啊 刚刚应该是15万3000 现在呢 剩6万1 剩6万1 那么 啊 我们一共是花了9万 9万2的玄金石哈 好 呃 点完了以后 法修哈 稍等 法修点完 寒霜剑气以后 重制 重制神通 重制完神通了以后 开始灵界的功法学习 好吧 呃 说完了 法修 现在我们说体修 体修呢 人界呢 也是 像这样点 只点右侧 不要点左侧哈 先点穿行词 穿次点完 点焚心斩 点天罡子 点寒霜剑气 点完寒霜剑气 在你点出寒霜剑气的时候 切到法修 好 去点 啊 把定生符 给点出来 因为他要的玄金石很少嘛 就是火咒术啊 升到20级 要一点点玄金石 应该只要 多少个 400个玄金石就可以点出来 选 点出来了以后呢 技能 这么摆 打一个双控 啊 点完 这个定生符 点到19级就行了 然后开始点右侧 啊 啊 把天雷咒 点出来 点完了以后 回头继续把商阳剑阵 点出来 点到49级 点到49级了以后呢 再回头 把明目绝 点出来 真元护体 点出来 踏风咒 点出来 点到踏风咒 29级的时候 就差不多可以继续回去点上 剑阵 点到69 点到69了以后 然后再把踏风咒 补到60 69就可以了 啊 这是体修的点法 那一般来讲呢 体修 啊 等到踏风69以后 他就可以继续去升他的商阳 大概可以升到89级 然后就开飞升了 那开飞升了以后 就点灵界的神通 就可以了 那本期的神通教学视频 就 演示到这 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点一波关注 关注我 让我为你展现 一念逍遥 正确的打开方式 还能让你偷偷变强 领先你们区的小伙伴 感谢观看